想要吃的好朋友是不是尖叫聲跟 想要 現場攀幕安商產旗下 準備料理這道傳統的炒板條美食 與為關民眾分享 大會兒齊聲尖叫歡呼 想一場安安好手藝 2020屏東板條文化節 板食共和國嘉年華 將一連兩週在屏東登場 在這個場品美食以外 我們有很多的創意料理 那今年也特別在板條比例比賽 之前前一個禮拜 有做了非常多的會外賽 100多組的人 那今天因為入選有八個國家的 那包括有一些創意的料理 把我們平常看起來不起眼的 這個平民美食這個板條 作為很多的懷食 創意 甚至結合異國風味的料理 不少業者齊聚屏東 展現自家的創意板條 像這個花雕雞板條就特別吸睛 我們帶來的是花雕雞板條 特別的地方是用 我們用台酒的花雕酒 去提升它的香氣 然後味道很濃郁 而且我們的花雕雞是 採用齊山的跑山雞 所以肉質吃起來很Q彈 另外還有運用 林農各鄉鎮的在地特產製作的農權本條 也相當特別 這一碗裡面呢 有我們東港的櫻花蝦 還有我們酒爐的有機檸檬 再來就是高速的鳳梨 那就是我們縣長的故鄉 車程的火龍果 還有小兵總統的榜山 芒果 小兵總統的故鄉 再來就是我們風港的洋蔥 我把屏東縣最好的 最在地的農特產 全部濃縮在這一碗裡面 今年活動現場打造板條一條街 網羅了麵趴板 冠亞河粉以及板石等屏東在地業者 共同推廣在地特色多元板石 琳琅滿目的板石 吸引許多民眾透過拍照打卡 並品嘗後 享受各種不同的板條風味 好好吃啊 很實在啊 咖哩菜式的 它吃起來酸酸甜甜的 覺得不錯 認識了很多一股的料理 藉由今天的活動 連續兩個禮拜 那之前有一些 有一些呢 這個相關的比賽 那連續兩個禮拜 我們都希望 這兩個禮拜的活動 都能夠讓 帶動我們更多的 這個板條街的文化 那當然還有結合了 很多在地的社區小旅行 這些生活的文化體育 就正是我們在 一個要推動的 從長民美食到文化 到民俗到旅遊 到產業 到優質的伴手禮 都是我們在地 包括在地的美食 都是我們一系列在推動 板條文化節 將在11月7號 在竹田藝園展開第二場活動 屆時將有客家特色產業展壽 親子組料理吃味競賽 及舞台表演 歡迎鄉親踴躍來走讀 客裝文化吃本食 享受悠閒週末假期 屏東新聞 不會聽張志豪 採訪報導 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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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見